阿媽貧到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想分享 我們前鴨種了什麼 以及你在美國 在前鴨種東西 是需要有什麼 你要是知道的 不然的話 你就很容易 會有點麻煩 會分享這些 跟大家探討和討論一下 好 那我們前鴨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但是 因為這些樹 這些很大棵的樹 是本身已經有的 這些也是本身已經有的 不過我們有兩個地方 就是自己又開闢了 然後位置比較隱蔽 就是這裡 開闢了一個小小的地 一個小小的地 我們用來種這個椰 因為之前在校丫種過椰 但是 但是我們想 拿回它出來 再種其他東西 所以 又捨不得 這樣 就是很多椰 然後又捨不得 還有這裡 有一個自動撒水器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地方 來種這個椰 那為什麼 我之前就說 如果你要開闢 你的前壓 你一定要 有些事先功夫 你要先做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有很多麻煩 上身 就是因為 如果你在美國買屋 或者有自己的物業 通常 一些新的 柳齡 十年以內 十幾 十五年 十五年以內 或者更新的 四年 六年 或者是一年的 很新的 很新的 那 那 它通常 都會有物業管理 對 它就有物管 它就會管理你的前壓 的 的 情況 那 譬如你的樹 太誇張 太多 它就要你 斬了它 如果你的樹 有些 橫枝 它就要你 切掉它 然後 如果你在 前院 種瓜 的話 種豆 的話 會影響 使用 或者會影響別人 它就要你 斬了它 整個 拔了它 那所以我們種的東西 就不會種得太誇張的 通常都是這些 都是 它們已經有了給你的 這樣 你就自己種 然後呢 如果你在 前壓 種得不好的話 你 如果你種死了這個 那你就要再買多一個 就是 再買多一棵 這樣 整進去 對了 那所以呢 你就一定要去 注意這個點 對了 那不是說 我買著這間屋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的 那你 如果你是買一些 樓齡比較久的 20年 18年 那些呢 它就不會理你的 你喜歡怎樣 搞都可以 你喜歡在前院開發 也可以 你喜歡在後院搞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 有物業管理的話呢 就 不是 十分之好 對了 所以我們呢 都選了一個比較隱蔽的地方 來種這個 誰不知呢 它又很容易生的 叫 對了 它是非常容易生的 所以現在呢 已經有些葉子出來了 那我們會 看著它 然後就會錄它的成長過程 那我剛才呢 就說 什麼情況下 它 如果你有物業管理的話呢 它就要你 讚它 就是這些了 這些呢 它會出一個橫枝的 那 你就是 如果它看到你有橫枝 你不弄掉它的話 它就會寄一封信給你 說第一次Warning 第二次Warning 第三次 你就要立刻弄掉它 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不知道會怎樣 這樣 那我們這個呢 就是 米碟香 之前也有在 影片上出現的 對了 就是 不是本來的 那個已經包了給你的 但是如果你種死了它的話呢 就 嗯 你要自己買回 對了 OK 那我們就去這邊看看 這個地方呢 也是比較隱蔽的 就是在 樹的下面 這樣 我們就種了一些 香草 對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是 非常之橫生的 對了 很容易種的這個 就是之前也有在影片出現的 對 我們就種在前壓 對了 其實這些地方你也可以種的 只不過 就是 不可以種一些太巨型的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給物業管你看到 或者怎樣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邊就比較嚴 嚴謹 嚴謹些 那我們 所以就不夠膽在前壓裡搞太多東西 對 這個也是 其中一個原因 之前就 嗯 沒有說經常拍過前壓 因為 根本上沒有什麼好拍的 都是只有這些 對了 那 還有我又想利用一下我們的前壓 那就 在那邊 給大家看看 一看 在這一邊呢 我們就種了 你看到這裡一個個洞 那些呢 全部都是它規 就是 它一定要種東西 但是它就沒有規定你種什麼 那所以我們來到那時候呢 就是 很多都死了 很多都是自己買的 對了 那我們這個呢 這個爐會呢 就自己買的 自己種在這裡的 它就沒有管 它就沒有管我 那我就 不管 那我就自己種了 這樣 這個玫瑰也是自己種的 這裡本來沒有東西的 對 然後我有很多石 很多裝飾 這樣 對 或者是 自己 這樣種一下 那些盆栽 啊 因為呢 我不想浪費了這個地方 就是 有這麼多地方 不想浪費了它 所以呢 就 寧願就是這樣去 因為如果你這樣 這樣種的話 種到那些盆栽 那裡 它是不會理你的 就算你種到很多都好 就是整個 整個地 就是整個地方 你都是 綠色的 就是 因為有時候要種瓜 種菜 種 種 攀騰類的 那你就自己 搭個棚架 沒有所謂 這些它就不會說你 但是如果呢 你是在 這裡呢 就是 我現在指著這個地方種 那可能它就會說你了 可能它就會 發出一封信 哇 這裡營養屎容 或者是 什麼 但是如果我是這樣種的話 所以 為什麼 所以 這樣種的話 就不怕 對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用這些盆栽種 就是因為它可以綠化 又可以 自給自足 又可以 種來給自己吃 又可以 真的 不用浪費了這個位置 對 好 那我們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 就點讚訂閱和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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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